依照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 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1.1% 2024年预测为0.8% 欧洲情况大抵相似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情况下 2023年上半年 我国实现了5.5%的经济增速 明显快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 面对当前经济形势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院院长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义夫 在2023香港国际慈善论坛上 对潮新闻记者表示 有理由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和信心 在2035年以前 中国应该还有每年8%的经济增长潜力 经济增长的来源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林义夫认为 发达国家处在技术和产业最前沿 想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 带动经济发展 投入非常大 风险非常高 成功概率非常低 而发展中国家 可以引进 消化 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作为再创新的来源 风险和成本相比而言 非常低 对比发达国家 中国有着后来者优势 他给出了一组数据 2019年 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2.6% 而这个数字 是德国在1946年与美国的差距 是日本在1956年跟美国的差距 是韩国在1985年跟美国的差距 而德国从1946年到1962年的16年里 平均每年人均GDP的增长是8.6% 日本从1956年到1972年的6年时间里 平均每年的增长是8.6% 韩国从1985年到2001年的16年 平均每年的增长是8.1% 通过对比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经济体 利用后来者优势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 林毅夫认为 到2035年 中国仍可以通过引进 消化 吸收先进技术和高端产业进行再创新 利用后来者优势 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 与德国 日本韩国不同 中国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换到超车 抓住在新经济领域与发达国家 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优势 借助新经济研发周期短 投入相对较少的特点 发挥自己人口众多 市场广大 配套设施齐全的优势 进一步发展 林毅夫说 在拥有经济增长潜力的同时 也要看到现实的制约 林毅夫强调 潜力高 但不见得要全部用 中国经济发展 还需考虑应对全球变暖的技术更新 技术卡脖子 以及国内地区差距 城乡差距等问题 带来的影响 把那些因素都考虑进去 我相信在8%的增长潜力之下 在2035年之前 可以实现每年5%至6%的增长 林毅夫说 回顾过去40多年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是世界的奇迹 但每一次增长速度放缓 外部就有唱衰中国的声音 可中国经济一直没崩溃 而且是稳定 快速增长 事实胜于雄辩 过去唱衰中国论次次破产 这次也不会例外